《創業有出投資》 大家好,我是Carol 歡迎收看《創業有出投資》 尋找青年創業家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Carly 很多年輕人都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和創意 創立自己的業務成立公司 自己做老闆在創業路上大展拳腳 而今次的節目我們會找些真實的個案 跟大家分享他們成功的故事 還有創業的苦語樂 今集我們請來開辦產品設計公司的Carly 跟我們分享創業的經驗 Carly 你好 我知道你的公司是以茶匙作為公司的名稱 為何當初會有這個念頭 因為茶匙是可以調味的作用 像我們喝杯咖啡要多少茶匙 其實我們覺得設計也是幫人調劑生活的工具 我們覺得不如用茶匙作為公司的名稱 其實我們看到桌面上有很多你們公司的產品 不如你可否跟我們分享你公司的業務 其實我們公司是產品設計公司 不過現在我們設計了一系列 和香港舊區重建有關的辦公室用品 即是好像現在我手上拿著這個 是一些面帽子 對 挺有特色的 因為這樣看來Carly看到一層樓嗎 對 但當我每天在訊息時 擦一擦一擦一擦 那層樓便會消失 那層樓便會消失 那層樓便沒有了 對 又要替你買過之餘 香港又是小松舊樓 那會否很可惜 不會 因為舊區重建每個城市都會發生 我們覺得拆了一層舊樓便會有新樓 replace one OK 當初為何會有這個念頭 即是有這個設計的意念去選擇香港特色的建築 因為我們會發現坊間對舊區重建或保育 有很大的迴響 我們覺得既然舊區重建 政策上我們無法改變 我們如何透過自己設計 來做一些可以讓人組成屬於自己的城市 其實你們本身 我知道你和Roy是拍檔 那你們本身都是讀產品設計的嗎 我本人就是 我夥伴Roy不是 OK 那為何會創業開辦產品設計公司 因為我和Roy是認識了很久 大約超過十年 其實中學同學開始認識的 大家自碎槍頭 雖然他不是做產品設計 不過他對一些模型 或者他自己都有自己的創意方面 適逢我們打了幾年工 之後發覺會否有機會 不如自己去做一些生意 合作 OK 那你們倆一起合作 是 你剛才說的是你讀產品設計 而Roy喜歡組裝模型 玩玩這些 但實際上在公司怎樣分工 其實Roy雖然不是讀產品設計 但Roy主要是做一些工程方面 他與內地的網絡相對溝通得不錯 亦有一些廠有聯絡 所以做生產那裏 可能Roy來幫忙 對 做一些梳繩 對 但兩人合作時 會否有意見不合 意見不合 總會有意見不合 但不合不是因為大家堅持一變 而是大家說出事情 我會有這樣的概念 為何Roy會不滿意 或是有什麼卡住 最重要是大家坦白說 是對事 講得很容易 舉個例子或實際經驗 有沒有爭拷到大家面紅耳綠 差點要劈砲 因為很多時做設計會是理念先行 我有個概念很有趣 可能是慢慢起樓 想做一些拆字膠 我會聽到後 他也明白起樓的概念很有趣 但問題上 因為做生意不僅是興趣 賣多少錢 起貨量多少 但在平衡時 大家也要平衡 不僅是想做而去做 不可以為自己的興趣 就像你其他企業的感受 都會互相溝通 看看雙方的意見 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再決定 是 但你們在創業之前 其實你有沒有打過工作呢 當然 我畢業之後 做過眼鏡設計 然後做過室內產品設計 專門做一些傢俬 然後開始做一些桌頭產品的設計 然後Roy那邊 Roy其實比較有趣 因為他當初是做IT人 是IT人 是網絡那邊 網絡那些學屬 但因為他家人 其實做一些工程的設計 然後他是大兒子 他就繼承了下去 所以做到差不多的時候 公司 可能是爸爸公司那裡 相對穩定了 然後不如 好 自己又有些興趣 不如就跟我一起做 為何要放棄了本身穩定的工作 而去自己創業 即是比較大的風險 因為始終自己承認一間公司 這個 就是 你看一下 如果我自己來的 看看 究竟工資是重點 還是自己興趣 當然我不是說 我不看工資 只是做自己的工作 但我覺得 可以取得平衡 即是現在我的工資 不及以前的話 但不等於沒有工資 但同一時間創業 就是我得著的 即使我打一份工 未都會得到的經驗 老實說 由你真的有創業的念頭開始 去到你真的成立這間公司 用了多久時間 其實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會想 會否有些創業的相機 但當時讀書 只是說 至於親身工作 大家覺得做來做去都是這樣 不如趁年輕 我經常都說 試試吧 真的不幸運 失敗的 都可以出來再打一個工 這就是真的 很多時候 我們說年輕人創業 有一個優勢就是 輸得起 老實說 即使他做這個生意 做了一段時間 都發覺不太行 再回到職場 又如何呢 還有這個機會可以去辭職 機會成本相對比較低 但老實說 你實際上 和Roy兩個 用了多少資金去開這門生意 我們私人集資 由十萬元開始 當初夠的 當初當然不夠 所以就要申請很多不同 就找很多 有些資助 有些鼓勵青年創業計劃 例如YBHG 我們也找了 也成功申請了 其次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一間產品設計公司 香港也有些產品 支持一些新進的產品設計公司 設計公司培餘計劃等 我們都爭取 其實真的挺好的 除了自己的積蓄之外 利用一些外在的助力 去幫你達成這個夢想 我只是想問你一句 你那一刻 決定拼取 我要創業 有沒有什麼 可以和我們分享 什麼時候是這個決定的事 這個決定 我都… 銀行儲夠錢 一定有些事情 你覺得要開始實行 不是 正如我所說 以前經常都已經說開 經常只說 以後都只說 有沒有人在身邊刺激你 沒有 那個刺激 其實不可能受其他人的影響 你去創業 然後我去創業 那就太過衝動 反而大家 都談了這麼久 我和阿波又 真是比較認識 和資深的朋友 不如不要在我等 既然好像時間都差不多 就試 我們結婚了 對 我們簽紙 但你身邊的家人或朋友 其實對你們創業的計劃 有什麼意見 當初父母當然是 極力反對 現在我會明白 為何極力反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 其實我家裡不是創業的 我父母從以前也是打工 一直建立過家庭 所以他們會覺得 始終你不要搏 打工風險低 始終你勤勤力 立場時上班就可以了 但阿波那邊 正如說 因為他父母也是創業給家人 所以他父母 就說 對 你覺得OK 所以這裡 有大家 其實家庭支持 那裡就不同了 但是 既然家人對我來說 是反對的 我會覺得 我唯有盡力做好 我始終成年人的話 答應得到就要做 做得好不好一件事 創業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除了資金方面 其實當初我們 很老實說 不是做辦公室用品 或者跟香港文化有關 這裡有沒有哪一個 是你第一個產品 如果是的 其實是這個 哦 這是你第一個產品 但是之前我們是正義的 因為我當初是做 阿格力產品才打工的時候 從小到大都說 不熟不做 就做出來了 做了兩三件的時候 放出市場 會發現的反應是 顧客是覺得漂亮的 但是走開了 為什麼呢 我們都在想 做了兩三件 都是這樣 是不是還要做第四五件 再希望會有起色 發覺不可以 因為資金是自己的 不可以把決定權 完全給消費者 決定這件漂亮 這件不漂亮 因為漂亮不漂亮 很主觀 所以我們就不如說 究竟市面上 我們的城市中 有什麼是最多人留意到的 適逢那時候 舊區重建 不如就做一樣 別人不需要理會否漂亮 別人明不明白 我們在做什麼 即是引起共盟很重要 是的 究竟Kill和Royce 如何利用舊區重建 為公司打下他們的根基 不如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好 要加 admissions 大家értine 上天 可過 太嗨 可能